小树蛙今天拿到一张不常见的两千元钞票 兴高采烈地和狐狸猫们分享 你们看 猜猜这是什么 钞票上有两只鱼 这两只鱼来头可不小哦 是樱花勾问贵呢 狐狸猫们一阵惊呼 纷纷拿出不同面额的钞票 我这张五百元背面图样是可爱的梅花鹿 我这张一千元背面图样是什么 从来没有仔细看过钞票背面有哪些动物耶 这可是迷雾中的王者地质呢 五百元一千元及两千元背面图案的动物 有什么共同点呢 它们可是台湾的特有种生物 意思是樱花锅吻龟 梅花鹿以及地质 只有在台湾才能看得到的特有种生物吗 是的 我还想知道台湾有哪些特有种 你们快看 这三种生物竟然都被列在保育类动物中的 濒临绝种清单中 而且清单中还列出了好多其他生物 清单中都是台湾珍稀动植物 因为十分稀有 常遭人类猎捕 自然气地被污染及开发 因此污种数量越来越少 怎么会有这份清单呢 你们好热闹的在讨论冰维珍稀动物啊 内政部及农委会每年公布清单 列出数量少 冰龄绝种及珍贵稀有等 这些特别需要保育的动植物 来提醒大家保育的重要性 既然这些动植物都濒临绝种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些生物 通通带离原本的漆地 到安全的地方保护啊 大家觉得狐狸猫的想法如何呢 这个想法很好 将生物带离原本漆地 就能免于灭种 不适合 应该尽可能同时保护生物 与其原始漆地 确实不适合 每种生物在生态系中 都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们应该尽可能保护生物的栖息环境 让各物种在原生栖息地 自然生长及繁衍 啊 我想起来了 上次去阳明山国家公园赏鸟 就有看到禁止捕猎动植物 为者依法受罚的告示牌耶 对啊 划定出的保护区相关规范 可以保护生物的栖息地 也可以提供休闲与教育的环境 所以我们才有很多美好的 自然景观可以观赏哦 可是 我上次要去北投泡温泉时 又经过北投石自然保留区 就不能进去玩耍参观了耶 当然咯 有些特定区域设有自然保留区 为了避免人为的干扰 是不对外开放的 利用严格的规范 让珍贵的动植物 在自然气地持续繁衍 同时也能保护特殊的自然景观 所以 北投石自然保留区 是要保护北投石吗 这是生物吗 哈哈 不是吧 那里原本是北投西 是2013年才被正式指定为 北投石自然保留区 它可是台湾第一个 用法律保护珍贵矿物 北投石的保留区哦 对了 上周末 在河滨骑脚踏车时 经过一个野电保护区 这是保护野生动物吗 没错哦 政府针对特定野生动物的 栖息地设置保护区 保护区内禁止捕猎 采摘 此外 也会设置自然保护区 可以调查与保护生态资源 同时推广生态保育哦 黎黎说的应该是台北市 野燕保护区 主要是保护湿地生态 让鸟类和咽牙科的后鸟修起 同时可以成群来到那里 饱餐一顿哦 如果自然漆地受到严重破坏 或是原本生活的漆地 已经无法居住时 该怎么办啊 此时应该可以考虑将生物 搬离到另一个环境中 提供生物安全与良好的保护 其实 动物园 植物园 也算是一种保护特定生物的方式 或是把植物的种子 储藏在特定的地方 例如 挪威的种子银行 就保存了世界各地 将近2.5亿种作物的种子哦 难怪台湾也有国家作物种园中心 在屏东也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热带植物保种中心 这些中心保存许多濒临绝种的珍贵植物 是啊 有了规范与保护 物种就能免于灭绝的危机 刚刚提到的地质就是生活在玉山国家公园境内 经过保育 族群也渐渐增加 而生存在雪霸国家公园境内的樱花钩吻龟 曾经只剩下200尾 近年来也成功富裕 已经超过1万尾的数量呢 其他国家又是怎么进行保育的呢 国家之间有没有什么互相合作 或是相关规定来共同保护环境呢 生态保育不是单一国家的议题 各国借由跨国合约的签署 来保护与合理利用生态资源 像是联合国宣布了永续发展目标 呼吁各国保育及永续利用陆域与海洋生态系 确保生物多样性以及延缓气候变迁 除此之外 国际也签署了一些公约 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 共同为维护生物多样性努力 而华盛顿公约 则借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的管制 来确保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易行为 不会危害到物种的延续 拉姆萨公约 针对湿地的环境公约保育 希望透过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 来保护与合理利用湿地 另外 为了使臭氧层破洞 不再继续变大 各国也签订了蒙特罗易定书 减少使用对臭氧层有害的浮绿碳化物 这也是第一个获得全球一致签署的 国际环保协议 在各国的合作努力下 臭氧层也终于有逐渐修复迹象 听到这里 原本愁眉苦脸的狐狸猫们 终于露出了笑容 看来 如果能好好地进行生态保育 还是有机会让珍贵的动植物 敏于灭绝的 自然环境也能受到保护 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 是的 关爱自然就该从你我做起哦 经过热烈的讨论后 考考各位各国的保育作为 正确答案为B 最后 让我来为你做个小整理吧 国内保育作为 1.公布需保护的动植物名录 2.制定野生动物保育法 3.划定各级保护区并经营管理 国内保育未来展望 1.保护区系统化经营 2.落实民众参与保育 3.参与国际保育行动 4.用新科技加强保育 国际间保育作为 签署国际公约 1.华盛顿公约 管制并为动植物的贸易 2.蒙特罗易订书 减少福利碳化合物的使用 3.拉姆萨公约 施地保育 课程最后 狐狸猫们也想为 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 决定也来订定班级的生态协定 狐狸猫想要聚吃鱼翅和黑尾鱼 使鱼可以永续发展 邀请你一起和同学们赏一赏 也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你们签订了什么班级生态协定哦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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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